欢迎收看新闻英语解析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又到我们新闻英语解析的这个节目 那么这个时间是专门针对于国内外重大新闻议题来加以分析讨论 特别是着重在国内重大的这个议题 特别是国人所关心的焦点议题 那么从英文的这个文章一方面提升我们的这个英文的这个阅读能力 再方面也更能掌握整个国内外重要的这个国际局势 国际的一个趋势或国内的一个重要的趋势 好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新闻英语的解析 这个标题是有关于 台湾Reports for Local 14 Imported Cases and First Case of Columbia Variant 2021 August 13 好那么这个叫做台湾的Report 台湾的报告最新的报告 也就是我们呢 经常在这个我们的指挥中心呢 在一定的时间呢 大概在下午都会宣布 包括有关于今天的案例啦 不管是境外的啦 或是本土案例有几例等等 相关有关于这个疫情的一个报导 那么报导呢 有四个Four Local 本土案例 Local 是我们的本地的 四个本土案例 以及Four Team Imported Imported 这个字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叫RM 是往内的意思 Pores 港口 输进我们内部的港口 这个叫 这个输入 那么还有一个输出 叫Export 就有一个输入 输出 输入 输出 这个叫 往外 那么就是所谓的出口 输 出口 那么这个进口 那么加的D呢 就是变成一个形容词 输入的一个Cases 也就是境外案例 境外移入 那境外一路有视势力 本土视力 显现我们国内本土的疫情 已经慢慢慢慢逐渐的趋缓 可是由于国外的这个情况 还是很严重 特别是我们上次讲过 美国跟日本这个Delta病毒 是不断的肆虐 所以说非常 而且更进一步的我们 这个最 这个是我们今天新闻就要报导 有关的 最近又发现一个非常恐怖的 叫做Clambia Clambia 就是哥伦比亚 这个变种病 病毒株 非常可怕 也就是又有新的 这个病毒株的这个威胁 也在这个 这个在整个国际呢 开始 虽然这个 情况并没有像Delta那么多 但是呢 居然在我们台湾 也发现首例 相当可怕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的报导 就是针对这件事情 来加以这个 看看这个整个情况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看一下 那么这个有14例的Imported Cases 输入案例 and the first 有第一例 也就是全台首例 第一个Cash 那么第一个案例 怎么案例呢 Clambia 哥伦比亚 Variant Variant 跟我们讲过很多次 尤其在讲这个新冠肺炎 一直讲 Variant就是突变变种 形容词是突变的变种的名词 就是 就是我们的 这个 这个 变种 就是变种的这个病毒 变种病毒 好 所以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呢 这个 真正出现第一例 哥伦比亚 Colambia 那实际情况是怎么样 我们看一下 台湾Reported 那么报导有4 有4个 New Domestic Domestic 这个字也满重要 在我们这个往年的这个 大学的 这个指考或者学测里面呢 在翻译题很喜欢考到这个字 叫Domestic Domestic 这个字呢 这个 形容词 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形容词 叫国内的 国内的 那么 它也可以叫做 家庭的 就是 在家庭内的 家庭的 或者是国内的 在这个 内部的 但是呢 它的名词呢 也是内部的 就是所谓的 用人或仆人 家里的 用人或仆人 所以它比较属于 里面的 内部 内部 好 所以呢 它报导有4个新的 国内的案例 什么案例呢 Coffee Friday 在礼拜五 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呢 这个所谓的公告里面 有4个本土 以及14个 这个输入的这个 境外移入的这个案例 那么Coffee Night 在这个礼拜五 这个最新的一个 一个报告 only one of 但是在这里面 有它讲的 先是提到有关于 四个新的国内 在这国内的这个案例里面 本土案例 只有一个 one of the new cases 那么在这新的 这个案例里面 其中只有一个 就是在四个这里 四个里面 只有一个 has 有一个annorn 这是一个形容词 我记得以前在学册的 这个选字填充里面 考过这个annorn 这个字 annorn 这个字很多人 就以为这个字是动词 结果摘掉了 因为它这个地方放了一个p n 所以它是一个pp 也就是相当 空格 我们要填的是形容词 也就是未知的 未知的 那么当然这个字 我们以前有学过 有一个片叫benorn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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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enorn us 就以什么事情文明 或以什么身份来文明 以什么来 让大家所知道 就像我们 国中学过一个famous taiwan is known for its night it's night market 那么台湾的夜市就非常有名了 那么像那个我们 那身份呢就是比如说 Paris is known is known as flower city 巴黎就是著名的花都人 那么这个就是身份 那我们高雄就是一个pore city 港都人 那么这是身份 那for呢是以它 它整个事情的某一个部分为主 那么这个呢 us呢是以它身份 整个身份为主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 结果呢 它是一个anorn 未知名的source的来源 什么来源呢 infection 这个infection 我们也讲过很多次 infection 就是一个传染 感染的意思 传染感染 它是一个名词 传染 或者我们叫做感染 那么这个未知名的感染来源 就有一个是非常特殊的 比较没有办法 非常清楚的 那么它这个感染来源 它是一个什么 ground state ground state 就是我们很有名的 这个叫地勤人员 地勤 好 我们飞机呢 这个里面呢 就有这个 所谓的 在地面上的一些办这个业务的 就是地勤 那member就是我们讲的成员 或人员 对不对 非常重要 那这个state这个字呢 也可以叫人员 那它是一个集合名词 集合名词 state 好 那么employ employ 这个是用被动 被雇用 当然这边一定有关带好省略掉 他们是被雇用 import employed 那么被谁雇用 被 在viajet vi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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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me 就是我们讲的 越南 越南 那么jet 是喷射机 viat viat jade 那么就是 这个叫 那么它这个好像 取名叫月杰 月杰 月杰的 Air working 航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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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就是被这个月杰 航空公司所雇用 这个是专有名词 那么 这个地勤呢 是在这个 航空公司 不知道他是从哪边被感染 其他都在掌握中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 现在目前的这个 政府可以说是非常非常 慈悸小心 不断的追踪 不断的这个扩大 不断的列 匡列 希望能够找出每一个来源 当然这个 来源可能还在 不断的 因为它是这个地勤 应该是接触到比较广泛 因为 有很多的 来来往往 国际 国内外之间 这个航线不断的来往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查 查到底这个感染是从哪里来的 好 那么 桃圆Indonation Airport 台湾OZO Reported 他也报导出了 这个前面这边讲的是 国 就是所谓的 这个本土案例 本土四个里面 有一个是 来源不明 而我们另外讲到 台湾OZO Reported 也报导了有 14th imported 14个境外移入的Coffee Infections 诶 就很多同学觉得很奇怪 这个怎么加的S呢 这个叫做病例 传染源的 已经被传染的一个病例 病例 所以说这个是一个 所以很多的英文字很奇怪 它有时候加S 有时候不加的 像我们讲的 Experience 就是经验这个字 这个Experience 如果你强调一段经验的话 它就通常就是没有 就是我们一般讲经验 人生的经验等等 Experience 就是一个抽象名词不可数 但是如果我们说 我经历了好几种 这个生死的经验 或什么样的经验 我们把这个经验 当成事实来讲的话 它就变成可数 又加了S 所以 相当于这个 这个也是这样 我们如果把它当成一般的传染 感染的话 我们就是不加 但是我们把它变成一个病例的话 我们就比较要加S 好 就是 14个境外移入的这个病例 the highest 是最高的一个数目 在最近的一个weeks 所以说我们就 不得不有一个危机意识 虽然现在 东开放西开放 什么这个 很多地方我们都可以 内用或者怎么样 就有人开始 说不定不小心 要脱口罩 干嘛讲话 什么的 这是非常恐怖的 因为国 这个国内的这个环节 但是国外 是很可怕的事情 一不小心 又之前五月份的那种 大传染 又开始了 非常可怕 所以我们就要 亦步亦去 非常非常非常小心 尤其在国外 的这个整个状况 还没有这个 消退之前 还是要非常小心 好 那么在这个最近的 这个这几个礼拜 Health Officials 那么这个叫 健康部的官员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指挥部的一些官员 OSO Announce 他们也宣布了 这个Announce 我们可以用Program 或者我们叫Cram 或者State 有很多字可以来 讲这个宣布 或者Declare Declare 宣布 那么它也Announce 宣布呢 One case 其中有一个非常恐怖的事情 要发生 对案例的 Of Coffee Variant 所谓的 这个 新冠肺炎的这个变种 变毒 首先呢 Identify 这个是用被动 但是我们它的原型是 ENTIFY 这个字也蛮重的 出现在 经常出现在这个 大考的频率里面 这个英文的这个 不管学术或指考 经常出现这个字叫 确认 确认 Identify 确认 那么这个 那么它已经被确认 就是我们叫做确诊 被确诊 那么它确诊是什么病呢 来自于这个 Columbia 非常恐怖 就是我们现在 文字色变的这个 哥伦比亚变异株 突变的变异株 就是Columbia 那这Columbia 有没有 这个稍微查一下 资料 它这个好像是跟 非洲英国的混种 英国珠跟这个 这个所谓的 不知道西非 还是北非 就非洲 跟英国之间又混合 那从南美这个地方 混合之后 往北推 又到美国了 那目前当然 美国以Delta为主轴了 就Delta 现在Delta 是最最强烈的在目前 而 巧巧的这个Columbia 也浮现 虽然比例不是很多 但是呢 也是一种 来势汹汹 因为呢 它既然是 跟非洲这边的 这个 这个病毒株 有关联的话 传染力也不容小觑 所以我们一定要 把很多小事情 放大来 看要非常小心 尤其是 面对这个病毒的话 所以这个 目前在很多地方 也开始在做研究 所以这个 有一句话 讲得非常好 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就你这个医学在怎么 怎么 去 打第一针第二针 它总是 这个病毒又来个突破 所以说 听说这个Glambi Glambi如果传到台湾 可能 我看到有些文章有写 可能会使得 这个疫苗打了 一两剂的话 又失效 非常恐怖的 这个它又突破 它又突破 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 那个Border 边境的管理 还是要非常非常小心 就像上次那个 突然来了一个秘鲁 这个祖孙 从南部 差一点就传上来 现在从北部的Glambi 是不是又往下 这个是 甚至令人 要非常非常小心 希望能够这个 能够这个 及时的把它堵住 那么Headbin 这个Glambi 这个病毒已经被发现在一个 PASSION 就是一个病人身上 这个病人 已经进入台湾 在OVERSERT 非常恐怖 在8月3号进入台湾 正式已经感染的 哥伦比亚病毒 另外 在同一个时间 另外就是我们 at the same time at the same time 同一个时间 那么at the same time Registration 就是所谓的 登记 注册 我们可以叫registration 那么这个东西呢 to be on the wear list wear的叫做 等待 list的叫做名单 wear list的就是 等候排队候补 也就是申请有关 就是注册成为 这个候补名单 fold the Taiwan Med 针对台湾制的 med是被动 PP 叫台湾制的 medagen medagen medagen就是所谓的 现在讲的叫高端 高端疫苗 Vaccine 高端疫苗 也就是 现在已经开始 有很多人呢 要来这个 有意愿要施打 这个所谓的 高端的这个Vaccine 的疫苗 那么这个疫苗呢 closed 就是关闭了 这个 整个这个是说 注册登记的这个时间 关闭了 在这个中午 什么中午呢 On Friday 就礼拜五的中午呢 已经截止这个报名了 也就是 啊 时间已经到了 停止报名 好 在这个礼拜五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多少人呢 去这个做这个登记 他说超过Molain 1.13 million people 也就是 113 啊 这个 113万 啊 就是Million 113 1.13 1.13 啊 就113万的这个人呢 Andicated Andicated 就是 show 显示呢 或者展示 表示呢 disclose 揭露 这表示呢 展示的秀 他们呢 alright 非常渴望 能够去receive 接受到这个vaccine 就是接受 这个我们在讲 就是接种 注射这个vaccine 这个疫苗 In addition to 190,000 people who's specific that they only want the medicine medicine medagen shart 好 那么这个In addition to 就是说 再加上此外 还有 还有多少呢 这个所谓的 19万的人呢 那么就是说 这个 登记有意愿要施打 这个高端疫苗的人 大概是 这个113万 而这113万里面 还有就是这里面呢 有19万的人 他们呢 who's specify 那么他们是很明确的 这个specify 叫做show 或者叫disclose 他们很明确的指定哦 指定什么呢 这叫special specify 这个叫明确的 确定 指定 明确的指定呢 they only wanted 他们只要这个 medagen 就是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高端的shart 要施打高端疫苗 shart at least 那么这个时候呢 至少有 600,000 有60万计呢 administred administred 这个administred 这个administred 就是我们讲 像我们讲administration 就是所谓的行政单位 那么administred 就是动词 叫掌握 那么所谓的管理 或我们叫做执行 这个地方翻成执行 比较合理 执行 也就是说 那么将会被执行 in the initial 那这个执行 这个地方就是施打 会施打 在这个initial 就是at first 最初的beginning 所谓的第一次的roll out roll out就是展示 那展示的话 就是第一次的 这个推出的施打 在什么时候呢 就是这个高端疫苗 首次施打 在这个礼拜五截止的 它会在 August 8月 23日 and 29日 8月23日到29日 就是这个月的 大概 the end 这个月末的时候 开始施打 23日到29日 by the government 但是政府 officials 就是政府官员 当然就是 我们很多的这个 跟这次施打有关的政府官员呢 都希望呢 supply 整个供应 这个字呢 动词名词都是供应的意思 提供供应 整个供应呢 will be enough 足够去administer administer 就是能够这个施打 多少呢 800,000 80万G 80万的这个shark 就是施打 就是能够希望有 这个有80万的这个 G的这个疫苗来提供 可以做施打 那当然是越多越好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说 希望这个覆盖率整个不断 不断的提升 尤其是一次两次的施打 那么特别是现在 因为有这个 美国这个Delta 不断的肆虐 那么在美日 还有很多其他国家 所以现在也有开始有很多 很多国家开始提议说 尤其是美国提议说 要施打第三剂的疫苗 所以说这个 有一句话讲的真的非常好 就是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那怎么样来防止这个疫情 怎么样来使这个疫情 能够很快的消灭呢 是我们现在可以说 是全球最最最重要的一个 这个议题了 那么当然 也希望我们今天 如果这个整个 这个影片呢 对大家的有帮助的话 也别忘了 订阅 按赞 分享 并随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那么已收到我们 最新最新最新的影片讯息 期待下次 新闻音语节系见面 谢谢